墙台山坨来势汹汹 各地也都在准备防台准备工作 来到四角亭坑路部分路段的侧沟 正在进行改善工程 主要是因为这路段风墙降雨避烟 加上黄色泥水 让用路人安全受到考验 因此每到下大雨时 当地里长都得来站岗观察 一旦烟水就得协助封路 避免人员经过打滑 那这个路口它其实它在台风天或好大雨 很多的雨水会从山上给流了下来 那水沟它是一个旧式的方式 要清沟也不太方便 所以常常在好大雨 就会有泥土跟树枝干给堵塞 那这次的台风这个路面一样 还是淹大水 机器理里长就说 多年来路段一遇到大雨就淹水 让地方很困扰 改切区工所协助将沟盖改善 并进行清淤保持沟曲的畅通 那这一个点其实比较会积淹水 那所以工所这一次就是把整个水沟盖打开之后 做一个可以清淤的工程 那希望在这一次的台风能发挥它的效用 来维护我们地方的安全 那我们也感谢区长他有来现场看 那也有工所这边有利即性的把这个沟盖 那个地平给敲开 然后做了一个比较短距离的一个沟盖 长度约30公尺 期盼可以安全度过这次的台风